清朝末年,紫禁城内的深宫大院里,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悄然发生,慈禧太后,这位一手遮天的女性统治者,每次沐浴之后,总是只留下李莲英一人伺候,宫女们围绕在房间外,耳边时不时传来一些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,这让她们心生疑惑,李莲英明明是个阉人,难道她还能对慈禧太后有所不轨? 一天,在好奇心驱使下,一位小宫女偷偷掀开了浴室的帘子,一探究竟她所见的一幕,让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之中,那么,究竟是什么秘密,能让慈禧太后如此信任李莲英?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?李莲英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,1848年出生的他,最初名为李进喜,贫寒的出身,注定了他从小就要卫生计奔波,李莲英的早年生活可谓是充满艰辛,但这些经历却为他日后在皇宫中呼风唤雨,奠定了艰势基础。 据说,李莲英的父母深知生活的不易,教会了他要善于观察和理解人心,这一技能在他之后的人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 故事说到这里,或许有人会问,李莲英为什么要进宫呢?因为在那个年代。 对于家境贫寒的人来说,皇宫不仅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地方,更是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地方,李莲英的家境困难。 他深知若要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,必须有所作为,因此,在得知皇宫能给他提供这样一条道路的时候,他没有丝毫犹豫,便向父母提出了进宫的请求。 李莲英的父母虽然心痛,但也知道外面的世界会给他更多机会,便咬牙答应了李莲英的请求。 父母在李莲英进宫前的一刻提醒他,宫中非同小可,要小心行事,懂得变通,这才能有一线生机。 而李莲英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,他的聪明才智和应变能力在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,并最终从一个普通的宫廷太监成为了慈禧太后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。 在慈禧太后的庞大而神秘的后宫中,李莲英的身影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,他从最初的入宫到最终成为慈禧太后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。 背后的故事远比大家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,特别是在慈禧洗澡这件事上,李莲英再一次成为了后宫众人热议的焦点,慈禧太后每次洗澡时只留下李莲英一人伺候。 并且里面还经常传出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,对于宫里的宫女们来说,这样的情况可谓是前所未有。 他们谁也不知道浴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,只能通过窥探和猜想来满足自己对于慈禧与李莲英关系的好奇心。 一时间,后宫里流传起了各种谣言,有人说这是李莲英独特的伺候记忆让慈禧满意,也有人猜测李莲英和慈禧太后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。 直到一个宫女实在忍受不住好奇心的折磨掀开浴室,这才真相大白。 原来,李莲英把一大堆红色的药液倒进慈禧的浴桶里,然后就开始给慈禧按摩,慈禧老是坐着不动,身体出了一堆问题,甚至还有些公寒的病症。 李莲英为此专门找来药方来帮慈禧太后调理,这红色药液就是专门用来疏通经络的,只不过李莲英的按摩技巧不太熟练,按摩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敏感的地方。 这才引得慈禧一会儿笑,一会儿叫痛,虽然听起来羞耻,但这药方却是极为管用,再加上李莲英的按摩手法,没几日慈禧就感觉好多了。 因为这是李莲英很受慈禧的欢心,慈禧对李莲英也愈发信任,李莲英能陪伴慈禧53年。 可以说,作为太监,他的这份工作干得很成功,这份成功来自对自己清醒的认识。 他凭着对主人恭敬,对下人宽容这条准则,活着离开了皇宫,不得不说,在为人处世这块,他的确是一名高手。 这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,同样是可以借鉴的智慧,慈禧的晚年总是充满了谜团,其中最令人不解的莫过于他的死因,以及李莲英的手密。 关于这个问题,外界有着诸多猜测和传言,但长久以来,只有李莲英一人知晓真相,这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才被揭开,这个秘密要追溯到慈禧逝世前的几日。 相传,慈禧生前酷爱豪华生活,其73岁大寿之际,更是大摆宴席邀请京城内最顶尖的厨师掌勺,准备了百余道美味佳肴。 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在宴席上,慈禧却突发疾病身亡,令喜庆的日子顿时蒙上了一层阴霾,对于慈禧的死因当时的猜测是立即,但其实真相却并非如此,慈禧太后是中毒身亡,这一真相,直到李莲英临终前, 才将这个沉重的秘密透露给了她的姐姐,这个秘密是李莲英对慈禧忠诚的最终体现,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,李莲英这个名字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流星划破长空,留下了独特的印记,作为慈禧太后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,李莲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 她的角色不仅局限于服侍太后日常起居的生活琐事,更深层次地参与了清朝宫廷中诸多重大且敏感的事物,影响着朝政的走向,在风云变幻的晚清时期,李莲英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权力的中心,她的身影,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,如影随形,既是忠诚的象征,也是权谋的化身。 然而,当那场改变历史的巨伦沉默,慈禧太后逝世之后,李莲英却以一种几乎神圣的沉默守护着关于她死因的秘密,面对世人的种种猜测和不断的询问,李莲英如同古叉中的老僧。 任凭风吹与打,内心却波澜不惊,她的坚守是对慈禧太后的一种超越生命的忠诚,是对旧日荣光的深切缅怀,直到生命的油灯即将耗尽,她才轻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,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显露。 李莲英的这一行为不仅展现了她个人品质中的忠贞不语,也映射出一个时代特有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尊严,在慈禧太后离世之后,她依旧如同守护神一般,捍卫着太后的形象和尊严,不让其受到丝毫的侵犯,这种忠义在波鬼云爵的政治舞台上显得尤为难能可贵。 在晚清这个充满变数和动荡的年代,李莲英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,以及那份在权力漩涡中更显难能可贵的忠诚,成为了慈禧太后身边不可或缺的辅佐者。 她的一生,如同一段跌宕起伏的乐章,演绎着宫廷深处的故事,在历史的长河中,李莲英的故事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镶陷在清朝晚期的乱世之中,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王权斗争的简单传奇,它更是一面镜子,深刻地映照出在权力的诱惑和考验下,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如何交织,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活剧。 在这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,忠诚与背叛,真实与虚幻,如同交织的丝线,编制出无数令人难以捉摸的谜团,引人入胜,令人叹为观止。 当我们穿越时空,回望慈禧与李莲英的历史故事,心中不禁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权力游戏,忠诚与背叛的交锋而感到震撼,他们的关系,如同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,每一步都充满了一真一假的转折,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。 在这座迷宫中,每一个试图探索其中奥秘的人,都不禁为之神网,为之动容李莲英。 这个在历史舞台上独树一帜的人物,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智慧,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,权清朝野,成为清朝晚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 他的形象,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成为了后世不断探寻和思考的对象。 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,李莲英展现出了超凡的智慧和手腕。 他既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,又能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维持自己的地位。 然而,在这位权臣的背后,也隐藏着无数的心酸和无奈,在权力的诱惑下,他不得不在忠诚与背叛之间做出抉择,无数次的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缘徘徊,证实这种复杂的人性和曲折的命运。 使得李莲英的故事具有了极强的吸引力,我们为他的忠诚而感动,为他的背叛而惋惜,为他的真实而敬佩,为他的虚幻而困惑,在这个充满谜团的故事中。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,也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,在历史的长河中,李莲英的名字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,镶嵌在清朝晚期那段风云变换,社会动荡的历史画卷上。 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命运的传奇,更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那个时代政治的风云激荡,社会的剧烈变革,以及民间的苦难与希望。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,无数的生命在权力的漩涡中沉浮,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而在这片黑暗的夜空中,也有无数颗心在寻求着光明和希望。 李莲英,便是这众多求所者中的一位典型代表,他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力挣扎,为了生存与发展,不懈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。 当我们今天重新翻开历史的篇章,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,心中不免感慨万千,李莲英的故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权力斗争,他深刻地触及了人性的底层,探讨了忠诚。 生存与发展的主题,这是一部永恒的话题,它让我们在品味历史的同时,也能从中汲取智慧,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思考。 人性,这个复杂的命题,在李莲英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 在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下,有人选择背叛,有人坚守忠诚,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,有人屈服于现实,有人却选择不屈不挠,这些不同的选择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, 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素材,历史如同一条长河,它不断地奔流向前,但同时也承载着过去的记忆,李莲英的故事。 正是这段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它以其丰富的人性内涵,曲折的命运轨迹,以及深刻的历史意义,吸引了无数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去探寻,去品味,这幅历史画卷中的每一个细节。 都值得我们去细细揣摩,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,更是对未来的警示,让我们在欣赏这幅画卷的同时,不忘初心,时刻保持对历史的敬畏,历史是一面镜子,它召见了过去,也照亮了未来,通过对李莲英故事的深入思考,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,为了明天。 为了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期待,而努力奋斗,李莲英的故事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传奇,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,那是一个动乱年代中普通百姓对生活,对未来的执着追求,这份执着不仅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希望,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启示。 总之,李莲英的故事是一部描绘清朝晚期历史画卷的瑰宝,它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探寻者的目光,让我们在品读这段历史的同时。 更加珍视今天的和平生活,时刻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,对人生的深刻思考,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,这样,我们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前进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